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6月24日 人大早前授權人大常委進行廣版國安法的立法工作 很多我們正常的市民都關心有關的法例 能否真的聚取得像黎智英那樣的大惡人 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晚跟梓敬爆料 說有機會會捉人回內地受審 究竟這些人是否包括黎智英 背後的真相又是怎樣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人大早前在5月28日授權人大常委 就是進行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工作 立法工作據了解正在進行 但一直以來未有太多詳情 所以很多事情大家猜猜猜 前幾天 星期六那天 人大常委的法工委作出一個說明 其實法工委是甚麼 大家也知道人大常委他偶爾開會 但那些常委主要是給予意見 法工委在人大常委內真正負責做法案的drafting 即是寫法例的部門 他作出一個說明 將港區國安法說得清楚少少 但也未完全有詳情 其中說到大部份的法例 即是有關國安法立法後的案件 都會由香港的現行部門去處理 但這些現行部門不是現有的人 會成立一些專門部門 聽請一些專門人員 有專門的權力去做 例如之前也說過 警方有一個特別的部門 另外一些紀律部隊 其他部隊跨部門去做 有些特別的權力 連這些部門也處理不了的問題時 就會交由駐港的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去處理 但這個公署也是在香港內 只不過是由中央直接派員進行處理工作 所以很多市民真正關心國安法 為何會支持國安法 就是希望國安法立法後 真正懲處一些像黎智英那樣的大惡人 一些很明顯觸犯了國安法的人 因為大家知道黎智英過往 例如2014年被人揭露了 就是資助了那群泛民四千萬 透過他一個美國海軍的Mark Simon的助手去做 另外之後很明顯 黎智英多次去到美國 要求一些外國政客 包括他的國務卿 蓬佩奧或副總統都好去制裁香港 所以他是赤裸裸地要求外國干預香港事務 亦是赤裸裸地觸犯了國安法 所以很多市民都會關心一些像黎智英那樣的人 究竟到最後國安法立後會否得到法律制裁 因為如果國安法連黎智英也制裁不了 那立來做甚麼 如果黎智英也不能得到懲處 所以就著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市民都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法例有沒有追索期 如果沒有的話 之前做的事情可以甚麼都沒事 黎智英可以消消法外 所以很多人都關心有關法例有沒有追索期 第二會關心究竟在哪裏起訴 哪裏受審 你說無法處理才由公署 那怎麽為無法處理 而且國家安全公署 即使是由中央直接遣派人員去做 但其實他也是在香港 會否有機會有些人真的很嚴重 會否送回內地受審 而且回到內地受審 還有其實在哪裏受刑 即是香港受刑還是內地受刑 即是香港很多人都說坐牢 最多是精彩人生 內地受刑會否更加適合 有些人會問 所以最後一個問題是 有些人會問國家安全法 你中了之後要罰多少年 有甚麼刑罰 刑責是怎樣 有沒有阻嚇力 這三個問題主要是很多香港市民 我們正常香港人都有興趣想知道 昨晚有一個論壇 叫香港國界策國安法聯合陣線的網上論壇 找了一群重量級嘉賓討論國安法 昨天的嘉賓很厲害 包括全國政協的副主席梁振英 亦有人大常委 即是香港唯一人大常委譚耀宗 和譚偉珠去做重量級嘉賓 梓敬亦有幸成為三位主持之中其中一位主持 所以親身見到人大常委譚耀宗 大家也知道剛才說過 現在的立法工作進行就是人大常委進行 理論上譚耀宗和譚sir是掌握最多的大爆料 昨天梓敬亦捉了譚sir來問這幾個問題 其實分開三部份 第一個是在哪裏受審 哪裏處理 哪裏執法的問題 昨天梓敬sir提到中央保持了少許權力 在一些難以想像 特殊極端的情況中央保留了管轄權 這些情況包括譬如政府被癱瘓 執法或法院部門受到衝擊 或涉及國際關係 或是進行戰爭時 可能要交給中央處理 例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無法處理 由中央協助 有些情況是在中央同意下 可以移交內地起訴和審理 但他沒有說到會否在內地受刑 不知道大家有怎樣看 第二件事 譚sir向梓敬爆料 原來觸犯了國安法 其實最高的刑罰是十年 而兩刑起點是五年 我稍後會再評論有關這個事項 不過我先說第三件和我爆料 第三件 大家聽到討論 以目前來說 港區國安法是沒有追溯期的 這三點是昨晚譚sir和其他嘉賓爆料 梓敬就著這幾件事有一些想法 第一是 其實很多市民都會覺得很著弱 原來有機會 只要中央肯的話 都可以送回中央受審 或者是起訴 但問題是如何為之極端 你提過幾個例子 我們最擔心這件事會變成無牙老虎 即是極端到太極端的情況才能用到 例如黎智英這些人能否懲處 能否制裁 老實說 過往12個月 過往1年 這個反修例暴動 我都會覺得這些事也不算極端 其實已經是非常極端 你說政府被癱瘓 政府當然是被癱瘓 郭榮鏗癱瘓你的內會 大半年都選不到主席 後來真的要我們帶主席出手才能順暢 所以政府已經在某程度上被癱瘓 你說司法或法院部門受到衝擊 其實去年很多這些部門都有受到衝擊 亦有扔汽油彈去法院 算不算極端 所以真的要釐清這方面是否極端 因為很多香港市民都對香港的司法有些失望 因為過往一些判決都會令人質疑 會否有機會有些法官有一個既定的立場 而反映在案件的判決中 我當他不是偏頗的立場 事實上他們亦面對很大的困難 因為過往12個月 大家都知道那群黑暴是多離譜 如果法官的判決不適合那群黑暴聽的話 那群黑暴會威脅法官自己個人的人身安全 或者他家人的人身安全 令法官也不敢就這些事進行公平審理的時候 其實是很有問題 所以亦希望他們釐清如何為止極端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立了之後 黎智英是可以在香港受刑 可能黎智英之前也說過 他不介意在香港受刑 但可能他猜不到有機會是內地受刑 大家不如留言說一下 大家覺得黎智英是香港受刑還是內地受刑 第二方面是刑責方面 其實譚sir說5年是量刑起點 最高10年 我聽完後覺得有沒有搞錯 為何判得這麼輕 美國國家安全有關法例有20多條 最高是死刑 當然指刑不是建議是死刑 即是我們不贊成這件事 但問題是10年會否更輕 以及量刑起點是5年 量刑起點是甚麼意思 如果大家不熟法律的時候 量刑起點是5年 例如求情或量好品格或年齡或某些類型 他便會適度減少你的刑 可能七除八扣後 可能兩三年搞定 兩三年再扣入內的價錢 可能一兩年便可以出來 我們會覺得我們大費周章 要我們國家幫我們立這條國家安全法 不是這樣 不是那麼容易欺負吧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要給予一些意見 譚sir昨天也說 如果有足夠人向我們人大常委的代表 表達我們的意見 有機會可以加勒 所以大家亦留言說說 大家不覺得5年的量刑起點 10年的最高刑法又合不合理 第三件事就說一下追索期 似乎昨天的嘉賓也表示 因為這個刑事的法例來說 基本上就算普通法也好 內地法例也好 都是沒有追索期的 可能會令不少正常的香港人感到失望 大家怎樣看這件事 大家亦可以留言說一下 雖然普通法裏有一個叫持續性犯罪 講一個例子 即是說 其實如果有一幫黑暴 之前收了錢 要去做恐怖主義活動 恐怖主義活動 就是港版國安法涵蓋的範圍 之前收了錢 但到港版國安法立法後 他在之後進行 例如扔汽油彈 之前收了錢 其實是整件事來看的 之前收了錢都會成為起訴的證據 也要持續性犯罪 但我覺得整件事會流流 他們有沒有這麼笨 那些證據是否還被你捉住 還有他們會否在港版國安法 已經震懾了 很多人逃跑到英美或台灣 他們其實都不是笨 他們很多時候很大機會 將這些事會隱藏或不做 真的震懾了 所以這也是大家一定要想想的方案 所以人大下次的會議 將會在今月28日至30日開會 有機會不知道港版國安法 會否在那個會議中真的能夠通過 但我覺得大家趁現在還未通過 都可以給予更多意見 我們廣區的人大或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 人大常委在香港只有一個 就是譚耀宗 大家可以給他一些意見 今天先和大家說到這裡 在完結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 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